講開對未來比較大的預視或者投射 其實看到資本市場這一兩個月 都有一個概念都會講得多的 就是中文叫做元宇宙 英文就叫做Mantaverse 那這個概念 Andy 你可以簡單地跟觀眾講一下 其實大概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會簡單用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大家可以有一個虛擬的身份 自己做一個虛擬的身份 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如果用一些簡單的詞語 你就當另一個平行時空 但是就是虛擬版 那你就變成在裡面 可以做很多生活上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能逛街買東西 甚至你說聊天那些 其實有一點點像的 你就當你當 可能是你平時在打機 但是你就把自己真的投放進去 你就會覺得 好像自己很切身處理在做這些事情 還有有很多彈性 就是其中一個元宇宙的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說你可以把一些你現在想不到的東西 放在裡面 用另一個身份去做 你可能在裡面是一個超級大明星也可以 是的 所以其實裡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讓你想想到 甚至可能裡面 將來可能有很多IP的機遇 可能我在裡面 可能是一個超級美麗的明星 是的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概念 我會說還是一個叫做很初階 是的 我會說其實像是幾年前 大家可能剛剛開始聽 AR、VR的一個更加應用版 就是加上5G的一種應用版 我會說 變成其實你可以現在的想像空間很大 是 不是像我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你甚至可能去想遠一點 那究竟會不會 這個就可能很殘酷一些 原來可能將來 有時候大家很怕什麼 身體會慢慢老化那些 那其實會不會 那裡是你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延續思想 身邊的地方 那這些是後話 太遠了 但是你說如果這個概念 在這一刻究竟成不成行 我覺得要一些時間 是的 雖然我們會看到 例如韓國有些股份都升了很多 是的 但是我們始終覺得 現在的炒雜味農的 我們如果要估計 就是你說5G所有東西 就是你有很多硬件要配搭 令到人要接受這件事 我們估計起碼也可能要5年 才可以開始會成熟一點 應用程度高一點 那可能到真的整天應用到的 可能真的要接近10年 也不奇怪的 可能2030年 這樣就不夠10年了 是的 補充一點說 就是我印象中 就是那些VR的東西 就是戴著那些VR眼鏡 然後就去到另一個世界 好像Andy那樣說 那我以前就覺得 都只不過是那些 喜歡玩打機的人 就是一些遊戲來的 但是譬如現在發展 或者大家的投射的方向 可能覺得是網絡的未來 你除了是可以打機之外 譬如可以Work from home的時候 用那些VR眼鏡來開會 甚至是Online Shopping 譬如過半月之前 就是Facebook的珠黑白格 他就說到 Facebook接下來會投資過10億的CAPEX 放在這一類的 叫做Mantaverse的概念上面 可能打造出一些新的生意前景 譬如請教一下Andy 如果真的這個概念 你覺得5至10年 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投資角度來看 其實有什麼股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5至10年 我會先穩陣一點 首先我會先打一個大基礎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裡面有好幾個概念 ARVR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總括來說 我會說那個叫做硬件 是的 但是究竟 我提出一個更加軟一點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只是ARVR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 什麼Black Mirror那些drama 是的 第一集令我很震撼 簡單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投身了去這些 我會說類似全宇宙的世界 但是其實他們不是ARVR 他們只是有顆chips 放在頭上 思想上就已經是 如果他們投放進去 究竟會不會去到這樣 不一定沒有的 你看到Elon Musk他們在做的事 就是跟人的神經連接 這些是後話 頭子也可以打遊戲機 是的 所以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說用一個最烈 現在大家這一刻會看到的 ARVR hardware 會在這個元宇宙裡面 是最大爆發力的 但是也是競爭最大的一個地方 因為毛利未必那麼高 是的 第二大 其實大家經常想元宇宙 當然會經常想 打遊戲機 是 就是軟件開發 是的 但是其實如果計算 現在去到2025年 增長速度 硬件最快 其實剛才說的軟件 相對是最慢的 是的 跟現金和現時比 可能是120幾 130幾個%增長 是的 但是 硬件也有很多 其實中間有一個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應該會成熟一點 就是我剛才說的 打個基層那個位 就是廣告 是的 廣告 因為其實廣告裡面 可以銜接到很多東西 就是引伸到很多串流 怎樣的訂閱去引流 好 其實如果你說不想去搏 硬件這麼多人爭 你又覺得軟件大部分公司 又未賺到錢的 是的 除非你買最大的那些 但是 如果你說又要吃到這個概念 又有廣告成份的 其實剛才提到的Facebook 是其中一隻吃得多一點的 是的 變成你說 除了Facebook 大家聽得出Facebook 其中一隻要留意 如果大家會覺得軟件 或者這個元宇宙 其實很需要一些 data center 去幫忙 而又有少少 原本已經有遊戲概念 又已經有一些VR概念的公司 其實是比較大 Microsoft 都已經